真是跟您抱怨两句 您说我这个电脑工程师 电气工程师 没了电 那我就受脑和气了 朋友们好 我是吉弦 咱们又见面了 这个说来得有小一个月了吧 我没怎么更新 这您还真别怪我 更新视频这事啊 它得用电 气死我了 现在早上八点 八点起床 整点停电了 又停电了 这今儿这停电就特别讲究 昨儿晚上我临睡觉之前啊 看的新闻 人家说了 说今天停电呢 今天白天可能会有 八到十二个小时的停电 看完新闻我一琢磨 这白天一共有几个小时啊 不知道 这理由更牛逼 说这个 因为今天天热 怕那个发电设施啊 过热 所以呢就干脆不发电了 昨儿晚上还行 昨儿晚上来电了 凌晨四点来的 凌晨四点一来电 我这弄一闹铃 只要电一通往那 啪就响 赶紧爬起来 把我这些电瓶给充电 就四个小时 这根本不够充电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不是说那个 你用什么储能电池 你储多少能 你那电用完了 总得充吧 就给你通四个小时的电 然后照着八个到十个小时的停 您琢磨这 这得多大充电功率 能把这电给充进去 而且它停一下就完了 这都一个多月了 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跟您汇报一下 我这一个月都折腾什么了 我这基本上啊 怎么说呢 真是快适应了 这种没电的生活了 这一个月呢 我是把家里边的各种电器啊 全都交流改直流了 你知道吧 来咱一样一样的 我给您介绍一下 我这一月都折腾了啥 这个科技小制作范的 这我以前视频里边 给大家看过啊 这是手电啊 这手电 这按钮你们都发现了 这是里边有一个18650充电的 改装的 因为原来用干电池 对吧 谁造这手电也不想着 整天用整天停电 这玩意儿是一台灯 对吧 大家都都都认识 对 这台灯呢 它得插电 可是我们这呢 几乎就没电啊 所以呢 又是交流改直流 怎么着呢 哎 我这给它放了另一路供电 哎 在这呢 开关啊 你看一看 开灯 哎 它能亮 啊 这这这这个 你看 它的电线在这呢 是吧 然后呢 这玩意儿呢 我给做了个 USB的 这是拿个充电宝 哎 就能给它给这台灯 给带起来 呃 实际上怎么实现的呢 这不是五伏了吗 五伏过来 在这呢 做个生压模块 生到十二伏 十二伏呢 我在这里边 关了灯 你就看 哎呦 啊 这个这是交流电的开关 直流的开关在这呢 在这里边呢 直接用那个灯条 贴了一圈 哎 您甭管怎么着 就这黑天啊 也这挺好使 这个东西呢 你灯泡 它基本上是 五到十瓦左右的 我这灯条呢 我按的那个电压 大概也测了一下 它这个是能跑的 也是十瓦左右 这是十二伏 一安 啊 所以到五伏那块呢 就是 一点七级吧 就是 就是差不多 你按相当于八瓦左右的 就这灯条长点短点的 但这个亮度啊 呃 基本上就跟普通的电灯一样 所以晚上呢 哎 我这就全都拿这个来点亮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边就热闹了啊 首先这一大堆的玩意儿 跟炸弹似的啊 这 没电也刚冲了 这就是两个这个 汽车电瓶 用了一个逆边器 那这还有一个小电瓶 然后之前有朋友说呢 就是也对 就这种 这种叫千酸的汽车启动电瓶 它的特点呢是 能够支持电流特别大 瞬间启动电流 像这一个电瓶能到 750多安吧 呃 然后还一特点就是便宜 正经呢 在这个储能用的电瓶 不应该用千酸的启动电瓶 应该用深度放电的 叫深度循环电瓶 但是 如果是同样容量 或者差不多容量 那个电瓶 一个能买这仨 所以我这俩凑一块 也不如买一个那种深循环的柜 所以你就 怎么说呢 那俩当一个那么使呗 就是 你大不了就把它使坏了 使坏了扔呗 它这个怎么坏呢 就是所谓过度放电 那怎么保护过放呢 就是你看着电压 电压呢 在下了11伏 就基本上可以断电了 别给这个用干了 然后如果用干了 就会导致这个脊板 怎么流化 流化呢 也就是分子结构 它就贴在一起了 就不可逆了 这个东西设计呢 就总比我那个UPS劲儿大 那个 您这一个电瓶是75安时的 按照千酸电瓶的这个 怎么说 你要使用的温柔一点啊 就是使用它50%的这个电量 不完全把电放干了 所以呢 这俩 俩加起一起 那还是75安时 75安时 乘以12伏 那就相当于900多 800多 反正就差不多一度电吧 一度电是总够的 然后这个玩意儿是UPS啊 这其实经常爱坏 然后这个东西呢 怎么说呢 就特别不好用 也不是不好用嘛 它就是UPS 它就给你提供一个 可关机的时间 容量特别小 噪音巨大 我把这个开给您听听知道了 啊 有了 听见了吧 就这动静 所以你指望这玩意儿干活 这 这 这噪音就能烦死人 啊 好 那这UPS不靠谱吧 逆边器的这个声音 噪音比的小很多 这是这个逆边器 如果它启动的话 那这启动 我先散热一下 来 然后基本上可以相对安静的工作 那么容量上呢 这个也够 比发电机 这不是发电机这边还不让屎吗 也说那个 噪音大吗 所以我现在的电脑这个供电啊 UPS是一组 拿着这个东西能切换 比如外边一断电 它就扎就响 我就把UPS切到这个电瓶上 这个呢 不是一度电吗 基本上呢 能够用个小半天 用好办 你要是想把这一度电给充回来 那得照着一天充 所以这个不敢用太多 然后这个时候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啊 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输出一个交流电 逆边器对吧 然后呢 你看我这一桌东西 其实一个用交流电的都没有 它都是直流电 那电视机里边也都是交流变直流 对吧 这个显示器也是220G插上去 也是交流变直流 然后呢 剩下的设备 你们就会看到很多这种适配器 大盒子 这也是交流变直流 那么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 当你看我电瓶里的电 这是直流的 对吧 转成交流的时候 那总有一个转换率吧 咱就说我买特别牛逼的设备 转换率90% 就85% 就不错了吧 好 那咱看电瓶的电 85%变成交流 到这交流变回直流 咱就是特牛逼的 又是85% 90% 可是85%的85% 这可就剩60%多了 所以我这点电呢 本来 千酸的这个这个启动电瓶 我就只能能使一半 使一半呢 我再两回两门一变 交流和这个直流变来变去 又算又是一半 所以这个能量转换效率特别低 那怎么办呢 改呗 交流改直流呗 我这不电脑都是直流供电的吗 所以咱就顺着看啊 一堆线 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这个这个电脑的这个供电拿出来 在这儿 这个是XT30的接口 这个是30A的 在这儿 这儿有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啊 配的是这个玩意儿 这是一个Type-C 65瓦的输出 先用先用这个电瓶 12伏 在这个模块呢 进行一个大功率的升压 升到20伏 这个东西能够支持20伏 150瓦 那就是差不多8安的 我看啊 对能够输出8安多的 反正足够用 这是155瓦150瓦的升压模块 升到20伏以后呢 给这玩意儿 然后呢 他来跟这个Type-C协商 协商到 比如说这要接到笔记本上 这就是20伏的电 那么这样呢 能够带出65瓦的输出 给笔记本用 那么这样等于就是说 这个电瓶 这么这么大的电 直接就给他来续命 所以这个笔记本 用这个纯电瓶这样启动 能够带 一天多啊 然后呢 我还得把显示器点起来啊 对 你看现在我这是没电的状态 对吧 我笔记本有电池 然后呢 我这个玩意儿 外置GPU 这个显卡特别费电 所以在没电的情况下 我就不能使它了 然后您可能看见我的这个 这有一个小电瓶 这个电瓶呢 这是我自个做的一个电路 这相当于是这个显示器的UPS 所以它现在亮蓝灯 就说明外边没有供电 有供电的话 它那个集电器啪吸过去 就会用外部供电 那么我们开一下这电脑 现在的电脑用的 还是它的这个笔记本内建的电池 好 现在我把这个线接上 然后这个笔记本的这个供电 65瓦出来 出来给到这儿 好 这启动好了 你就可以看到 至少我这可以双屏工作了 带一个显示器 这个这个这个太大了 这个我就不启动了 毕竟一般做成全嘛 双显示器就够了 这个显示器呢 20多瓦的功耗 然后这笔记本呢 65瓦 这实在是省不下去 也得这么大的功耗 这笔记本它是充满电了以后呢 它的功率会消耗低一点 可能20多瓦 你们可以看到现在65瓦 这什么概念啊 现在这块显示 power adapter正在充电了对吧 power fully charged 然后这个power source adapter的 ac charger是60瓦 所以我现在走的是这边的线 如果是有电正常启动的话 是那边的线 我现在可以模拟一下来电 比如说把这UPS打开 然后注意 上面这是一个蓝灯 好 现在我把这玩意打开了 逼一下 然后你可以看到啊 这边的寄电器就吸合成绿灯 就自动把线路切换过来了 哎 这样两个显示器都亮了 好 然后把它先关机 在那里生点电啊 好 然后呢 再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个 这个 我这煤电网是怎么上的啊 这个打去年就有 首先呢 这是光猫 这是路由器对吧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两根 先编一根 我先把它俩的供电编在一起 因为这俩呢 基本上都可以是支持宽电压输入的 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路由器我拆过好多个 里边呢 你会看到主板上的芯片 它的那个标准的变压器 有12伏有9伏的 实际上呢 你会跟着 如果你拆开它 你看它主板的主供电芯片进来 不管你是多少伏 它都可以变成3.3伏 它给它的自己的这个芯片用 那所以它输入的那个电压呢 基本上呢就是 那个芯片会允许支持 从我记得是6伏吧 到16伏的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只要是这个电压范围 你给它都行 反正它是低功耗的 然后呢你给它多少 它都会用它的LDO 它都转成它的主芯片 用的3.3伏来去使用 然后这个光猫 这个很重要 在现在比如我没电的状态啊 如果我这是小区宽带 那就完蛋了 它就必须得整个链路 从这到电信局 整个链路都得有电 而光猫呢 它传输数据是不用电的 没电的情况下 传个几公里完全没问题 所以呢 只要我给我的这个家里这个终端给上电 那它到局端局端那块可能有发电机啊 或者UPS 我这网就能一直通 那么它俩的供电呢 你看上到这个电池 对吧 这实际也有一个切换 这个电池的上连口呢 这是我自己做的接口了 上连口呢 我用的是 这是一个带耳笔记本电脑的这么一个变压器 对吧 这个呢 交流改直流 直流回去 它是19伏的 所以这是一个降压模块 降到多少呢 降到13.8伏 13.8伏就是长期待机给用千酸电池充电的一个电压 所以它叫12伏的电池 但是呢 长期待机充电就得调到13.8 而这两个玩意儿呢 都是支持宽电压的 所以宽管13.8还是12它都不挑 就就完全没事 那么整个的它的工作原理就是 来电的时候 这个这个东西 19伏 这一般是60多瓦往上的 所以它呢 给它充电 并且给它供电 没电的时候呢 就电池也能继续续航给它供电 然后按这个电池的这个容量啊 就给这俩玩意儿供电 能够待机个两天 也就是只要它连续停电 在两天之内能来电 我这网就应该不会断 这是煤电时候网怎么办 煤电的时候工作怎么办 然后咱们再说这个煤电的时候的照明怎么办 刚才我不是给您看我这台灯了吗 然后这儿有一堆炸弹一样的小制作 这是第一个设备 这个玩意儿啊 我这专门在主板上设计了多个这个电池位接口 我是可以扩多组电池 我现在接的是两组 还能再接一组 这后边是一个三星的那个手机电池啊 我给拆了自己焊的这个这个电机片连到这个板子上 这板子也就是自己自己做的嘛 这边type-c上来 它相当于是一个叫什么 充电宝的模块 对吧就是有电的时候给它充电 我现在给它关了白天嘛 我看怎么开它 这样就开机 然后呢这个玩意儿呢开机 也是就是来电的时候啊 就给这个电池充电 没电的时候呢就用灯来放电 对吧 然后我这儿有一个手动的开关 我这儿呢还有一个传感器的开关 这传感器就连的是这个 所以呢在正常情况下呢 就是只要我一过人 这灯呢就亮 是一个延时电路 要亮个一两分钟 然后就灭 所以呢有这俩电池 再加上这个玩儿盯着 这个呢相当于3.7V 2000多毫安时 也就是4 这是相当于8个瓦时一节 对吧 然后这是16瓦时 然后这个东西大约好像是 5瓦时左右吧 也就是说 一共是45路嘛 就是大约18个瓦时 那就相当于如果我有18瓦的功耗 它可以让它待机一小时 那我的这一串灯呢 实际上我测量这个是5瓦左右 所以它连续亮呢能亮3个小时 如果是来人就亮 就比如我人在这的时候 他啪点亮 那这个呢就能够基本上盯很久 但是谁也没想到 原来啊我设计这灯的时候啊 它是怎么说呢 它是给6个小时电停3个小时 也就是说我3个小时没电 3个小时没电呢 我6个小时充是完全能充上的 现在呢反过来就是给2-3个小时 停6个小时 这可能就没辙 然后呢我还做了好几个这样的灯 这边这个灯 这就是一个感应式的了 也是 这是有一个你看上游的充电在这儿啊 过来这个模块跟它不一样 我就做俩开关 一个是常亮开关 一个是那个主供电关闭 在这儿就关闭它了 然后这个灯显示就是电池的这个是否有电 哎你看我现在比如开机 然后呢有事也是有感应 它一会感应器在那个位置 哎有感应它这个灯就亮亮一会儿 呃这个玩意儿也是拿一个三斤手机的电池 应该是那种五个瓦时的 啊所以呢如果连续点能够点一小时 但是这足够了 这样呢就是哎大半夜的进来 要如果没灯的话在这儿特别不方便 还没完呢咱有下一组这个供电 我这儿还有屋子呢 哈这是我曾经的热爱我的一堆照相机 现在也没工夫没工夫弄了 哎然后这儿还有一组 这每一组都不一样哈 这个你看就是更简单了 这个直接我设了一个开关 我越左越偷懒啊 一按然后这块就开灯 哎这个主要是还得把这灯给藏起来 要么这黄眼这灯在这儿 所以这个呢在晚上就有这个灯的时候 就是确实这屋呢至少我能看点东西对吧 啊这是这个灯 然后是我这工作台上啊 这不是您看这这这这USB线 这全是纯手工自己做的 就两根线芯啊 等电源线是啊 这灯也是改成双双供电的了 哎这不是来电的时候呢 就用那个主开关啊在这呢 呃煤电的时候呢咱就用这个 散装的这这这这这这一小开关 就用这这这串灯珠 啊这也是有个8瓦左右 就这亮度其实可以 就桌上我就能看见东西能干活了 哎呀能干活呢 有电的时候用这套烙铁 没电的时候呢我还那有一个小的烙铁 就一共40瓦的 呃这个以后咱再聊吧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各种逆边器 回头我再跟你们好好聊聊这逆边器 这边讲究挺多 然后这这堆尸体呢就是 我说那位朋友 他那坏的这个这个 哎他那这是真烧了 你看这都烧出洞来了 彻底烧糊了 但是没事拆出一堆电池来 回头再给它改成小的充电宝吧 好我现在心里最大的遗憾呢 就是我这从中国买的进口的 3D打印机 哎这儿 得趴了俩礼拜了吧 没辙 你这个玩意儿它费电 而且3D打印机 我要打零件 至少打个零件 平均也得三四个小时 那我这儿 总共的平均供电时长也不到三小时 所以我就得怎么着呢 所以就哪怕我是从刚一来电 马上就开始就打印东西 到它停电也没辙 你们说那个那发电机 真是这边随着大规模停电 就上了一法律 就居民区里边用发电机呢 就特别麻烦 就原则上是不让使 说是有噪音 哎 然后所以每个地儿我都有一个 这个就是我那奥迪车里边的电瓶 这车也不开了啊 只是就挨这儿 一充电器一泥边器 这是我自个儿那组UPS 这东西也就是能够给这台服务器 待机供电个三十多分钟 也就是踏实实的够你切换的 你要么关机在这个时间里 要么呢你启动发电机 或者是用电瓶给它把电蓄上 总的来说是不太可能拿UPS去 怎么就当电源那么去用的 还有个噪音也特别大 在这生活真是就是逼的人就得心情手巧 你看我这不是还有一堆的这个拆机电池 这都是三星手机的 是苹果手机的 对吧 都把这个电机片给翻出来 然后在这儿飞了根线 哎 飞了根线怎么充电呢 这不是我就拿这个看着跟前苏联的似的 这是新的 我做的 这是一个动态的一个 就是降压 对降压模块 总输入在这儿 输入完了以后呢 我能够支持三路 然后在这个红帽上 我这可以调出一个电压来 给它充电呢3.7V的 用4.4或者4.2的充 然后这边还有各种 这个好玩 这是那个电子烟 这是当时那个Lisa他们抽那个电子烟 抽完了那个那个一次性的要扔 我一看这边锂电池我给捡回来了 这个其实我原计划是给一个单板机供电的 然后这就是苹果电脑的那个那个电池组 对 它是一大片嘛 但实际我说拆出来其实就这样 然后这是它两个电机 自己已经量好了 也是3.7V 哎 这回我这是真是不开玩笑 彻底没电子生活了 说实话就这这日子 过得多少心里有点压抑了 看看外边大太阳天 真是跟您抱怨两句 您说我这一个电脑工程师啊 电器工程师没了电 那我就就剩脑和气了 就我要但凡我是个司机啊 出租司机啊 这停电对我没什么影响 您说我干这个 甭管说我是摄影啊 还是我工作做做AI啊 还是我这做机器人做电路啊 没电我玩个屁啊 哎 所以每次停电就是这心里边就 就白爪挠心似的 就特别难受 真的特别难受 我之前曾经说我说要不要撤离 说实话呀 我这最近心里是有点 有点动摇 就是 我当时说只要这块还能够 给我能够继续生存的这个 这个条件啊 我有水有电有吃的 我就还会在这坚持下去 现在这电哎 就这德行了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第一手的新闻资料 都是乌克兰语的嘛 所以我就跟我这边同事啊 朋友聊天 就感觉乌克兰人认为这次停电 至少得奔着一两年那么去啊 就最乐观最乐观 也得冬天再看有没有火 没准呢冬天还会 情况更严重 我也不知道怎么更严重 这已经就是 给俩友人停四个小时了 这再严重点 我们就干脆就 就不用电就完了呗 这确实心里边特别压抑 好多好多那个什么 道德先尊啊 吹着空调啊 上着上着网啊 哥们说你这都坚持不了 你看看人家那个牺牲的 大哥您您饿死您死去 不爱看别看赶紧关啊 谁真正 我这就是说这心里话 谁他妈真正挨着活着 挨着过这日子 给你们家停电停一个月 你自己试试什么感受 而且这次呢是 无差别停电 就每一个乌克兰人 雨露军瞻似的 都都感受了一下 之前呢就是我们 奥德萨这被炸 光我们这我们倒霉 停我们就完了 别的城市没事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着 就是全都停 哎您您别以为说 这个乌克兰没电了啊 据欧洲电网的那个 边境的官方数据来来去 你们自己可以查 现在乌克兰的电 还属于出口状态 哎没电那是没有电 给老百姓用 之前签的那个 往外输出电力的合同 依然生效 买卖不能耽误了 不能耽误人赚钱 所以该出口的电力 照样出口 一天呢好像还有 平均下来啊 至少300多兆瓦的出口 但是给老百姓供电 那那就是 是吧 咱咱咱要没跟那个 国家电网签合同 是不是 就我们这个国家电网啊 特别的 怎么说呢 特别会做生意 哎 之前 没事的时候啊 那电给的高高了 因为你看我这 这么多设备对吧 所以我对这个电压 电流是很敏感的 啊 之前那个电啊 不断电说我这儿的电 都都应该是220的供电 对吧 220伏50赫兹 我这每回都给顶到240多伏 天天我那UPS往上跳闸 是因为那个 那个电压给的过高了 它保护 为什么呢 哎 这说出来你们都都懂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电器啊 就是200多伏的电器 它是以电流更敏感 比如说你大功率电器 对吧 什么电热的那些个水壶啊 什么的 它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呃 控制电路在里边 所以呢 就是你那个电表哎 我每走一个字 我给的你的一个电压越大 你的功耗就越大 哎 所以你平时比如说我的电压给了200伏 他们这些电器都能工作啊 但是我要给的240伏 哎 那你这是不是往上比220上涨了10%吗 哎 多多交10%电费呗 对吧 你说 就是要是穷啊 那是我的毛病 你电费涨呗 你这已经涨了一倍了 您倒是把电给给我们用啊 啊 现在没电了 现在这供电呢 就照着210伏那么给电啊 这确实我我承认他这个给的电可能不足了啊 至少没见过240的时候了 但有的时候这个电呢 可能我们现在的电就是在200 最低的时候我见过210几伏的时候 哎 然后呢 到230多伏 基本上就这个区间 哎 所以 哎 就这么一情况 先跟您聊这么多吧 这个视频没什么意识形态啊 该支持谁就是我们不变 该反对侵略反对战争 这个也不变 您就是乐意听我乐意跟您聊 分享一下 告诉你最真实的 在这种战争状态下 这生活是什么体验 那体验我去 你最好是别体验这个 哎 对说个乐观点的是啊 我们最近呢 这个耳根的倒是清静了 之前是老五五的想警报 对吧 现在省事了 没电警报也不行 那破电喇叭他得用电啊 对吧 哎 这这回就是光听见 棒棒的爆炸 就就警报 大多数时候没有 那这看看有没有供电啊 你们也不用批评我这个思想意识觉悟 我这个意识觉悟呢 基本上和大多数乌克兰老百姓是同步的 不信你们自己去看看 不用看俄媒 就看乌克兰自己的媒体啊 他也会发这个听电通知 反而底下带评论的 你们自己看看 那帮人骂的比我这骂的很多了 那就是乌克兰人啊 呃 对自己的这个啊 政府啊 这个国家电网啊 这个这个关爱 那比我很 我这就是翻译成普通话 跟您正常的聊聊 告诉你最真实的感受 呃 现在其实挺挺 一眼看不到头那种感觉 特别绝望 就现在至少 身边人吧 都在担心过冬的问题 冬天怎么办 唉 我能不能过去 这夏天都不一定呢 看吧 呃 姑姑娘您什么时候能看我这视频呢 也不一定 这得看他什么时候来电 对吧 毕竟编辑视频呢 我得拿电脑 这玩意儿得用电 我那是能使的 那就那么点电 我真说实话啊 钱我舍得花 电我现在舍不得使 对吧 钱没了我能挣 草电他真不给我呀 唉 唉 就这么恶心 就这么恶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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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